多了一個清除資料 那也就填完之後我希望把裡面的資料都清空的話很簡單 就再給它一個什麼 等於空字串 其實這個跟剛剛在 用Sales裡面是一模一樣的啦 只是說指定的東西 是 那個表單上面的那個 文字的那個方塊裡面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了 或者你可以把這邊Ctrl C 把它貼過去就OK 那但是會有個好像還有一個部分 我想應該可能同學還是會有就是疑問的啦 就是說最後 填完資料之後呢 會發現有一個問題什麼樣的問題呢 就是 這個我先把它 這個先 好 就是這個格式表格部分 框線 框線部分好像 會沒有辦法跟上面一樣 就同學會問格式怎麼 變 一樣 不過這個可能還在花一點時間 剛好我想到在雲端上面有一題 這個就是在 補充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你們可以找一下 這個是我之前有一個同學問的問題 其實你們 其他同學問的問題 我會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最下方 這邊有一個叫 倒數第二個這邊 其他補充範例 入門的地方 這裡 就有一個就是 宴會排桌 那這個是一個同學 他發的問題 我覺得不錯 就是說 他回去真的有把他的 這個 把 就是 我教的東西 用在他的工作上 因為他是從事那個飯店業 然後呢 排桌要怎麼排 他其實很麻煩 每次呢 要幫客人排桌 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他用VBA寫了一個 宴會排桌的一個程式 也就是說 前面 是一個list list就是 比如說 這個姓名 親友 然後是大人或小孩 這邊都有一個清單 有些資料在這裡 table就是桌次 第1桌 第2桌第3桌 怎麼怎麼排 他就寫了一個 排桌的一個 VBA程式按下去 自動全部幫你排好了 而且黃色區域 是什麼 是小孩 自動全部排完了 這他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只是他上課 我教的 他把它融入到他的工作裡面 我想應該是蠻了不起的 但是 他問了一些問題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說呢 他最後寫完之後 他不會畫框線 他就問我說 是那框線要怎麼加 後來我就教他了 其實非常簡單 加框線 10線就這樣按下去 加了對不對 加紅色的框線 加紅色再出一點的框線 再把框線清除 就這樣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在 VBA裡面 都可以被控制的 那框線的話 他另外有一個物件名稱 叫Bolder Bolder應該 對應的到反正 那你只要利用這個Bolder 這個物件 做一點事情就OK了 那至於怎麼做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講得太多 不過 這個東西 也是有原創性的 因為這個東西呢 你在 翻了很多書 也是找不到答案 後來我就索性自己 弄一下 而且有找到書 寫得好複雜 Google也Google不到答案 後來發現自己 弄一下 沒有幾行程式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加上去 非常簡單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如何加框線 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概念 Range給他